听觉触觉多个角度来找储备的戴上VR眼镜 不是足球红红的 被你一讲我把我想的给忘记了 你俩怎么又讨论了呢 都讨论了 脑子不太好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本节目由一口喝到五种鲜活营养的光明优费冠名播出 先来介绍一下来到我们今天现场的两位健康分享员东东 大家好我是东东 少明老师 我是少明 特别想问一下二位 对于每天我们顶着这个脑袋到底有多重 脑容量有多少 重量可能还真不好说 两个西瓜这么重吧 东东两个西瓜我就是一个西瓜吧 真是我还不敢靠近它 如果靠近的话两个脑袋的比例 这比较明显 大脑到底有多重 我们究竟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训练 可以让我们的大脑返老还童呢 赶紧有请我们今天的名医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赵倩华有请 你好 赵医生 嗨 王冠女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赵倩华硕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神经内科副研究员 这大脑到底有多重啊 那么我们的大脑差不多它的重量是在1500克上下 那么容量来说大致是1300毫升上下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差不多就是 这是一个我们准备的一个三斤的一个西瓜 那我觉得我的大脑差不多三斤 东东这个该不止三斤吧 不止 六斤 随着年龄的增长 咱们这个脑重量脑容量会有变化吗 那肯定是会有变化的 差不多在20多岁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里面 我们大脑的发育是到达了一个最高峰 在20岁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咱们现在都是走下坡路了 真的啊 假设说这是我们在顶峰期的一个大脑 那么差不多到了80岁的时候 脑容量只有我们顶峰期的一半左右 啊 只有一半啊 那我们常常会有患者到医院来拿着一张体检报告说 哎呀 医生 我的体检报告脑部的CT拍出来是老年脑或者是老化脑 我是不是已经是老年痴呆了 其实呢 大家不必恐慌 因为我经常跟我们的患者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年纪大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皮肤会长皱纹的 我们的大脑其实你看不到它也在长皱纹 这个长皱纹的过程就是一个大脑自然皱缩的一个脑萎缩的过程 每个人都会出现 只是不同的人他有一个个体差异程度不一样而已 但并不是说长皱纹的人他就是一种疾病 这是一种生理现象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 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注定脑萎缩 是吧 我听到很多的医生说到大脑的萎缩都会提到脑细胞 其实我们的大脑把它放到显微镜下去看的话 你会看到它是由一个一个的细胞所组成的 那么这个细胞当中最最重要的跟我们的思维认知相关的 是我们的神经元细胞 科学家统计呢 差不多我们的这个颅骨里面有多少个神经元细胞呢 有一千多一个 那我们如果平时用脑过度 这个脑细胞的数量会减少吗 其实每天差不多有十万个脑细胞的一个减少 这么多 但是呢 这个跟用脑过度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这个常常是一个误区 是不是我应该脑子省着点用啊 年轻的时候用多了 我老的时候就会得老年痴呆等等 恰恰相反 我们应该主张多动脑 它其实晚年发生老年痴呆的可能性 风险反而会降低 多动脑 晚年发生老年痴呆的风险反而会降低 这里面有一个脑储备的概念 脑储备高的人 它是可以推迟我们这个老年痴呆的发生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赶快储备一点 对 怎么储备呢 对 怎么储备啊 其实呢我们增加脑储备呢 要从多方位来进行 有视觉 有听觉 有触觉 今天我们带来一些小道具来帮助大家 好 咱们先赶紧打开我们的健康模方 是一副VR眼镜 这是两副VR眼镜 我们是来训练我们有关视觉 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进入大脑之后 视觉信号传输 然后大脑的视频层处理了之后 存储到我们的记忆中书去 所以这个整个一个通路 是我们训练视觉记忆的这方面的功能 好 我们先请两位戴上VR眼镜 下面我们利用视觉 来进行大脑返老还童的训练 要求在30秒的快速公路行驶片段中 记住所有看到的卡通图片 准备好了吗 训练开始 所以现在仔细来回忆一下你们所看到的东西 搜索一下你的视觉记忆 东东您先来亮一下题板 第一个肯定对 长颈鹿 对的 对 足球 对 熊猫 熊猫 对的 鸡 然后是狗 鼠 牛 虎 兔 龙 蛇 哪里 12生肖吗 真的是 它这个VR就是展示12生肖的那个过程吗 邵老师 我看到了好像五样 长颈鹿 熊猫 足球 兔子 要的 鸡 刚才一共出现了八个图片 长颈鹿 猴子 蛋糕 小提琴 足球 熊猫 猫 鸡 这只猫我是真没认出来 猫和小提琴很难看到 这一轮当中二位能够达到四个以上就合格了 几个 两位都及格了 好 接下去训练难度提高 要求在30秒的快速公路行驶片段中 记住所有看到的卡通图片和文字信息 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 高级视觉训练 现在开始 与人 1位 2位 1位 像个机器人 你不是足球红红的 不是足球红红的 完了被你一讲 我把我想的给忘记了 好了吗 好了 大象 兔子 机器人 机器人有的 然后棒棒糖 篮球 向日葵 斑马 对 有汽车 向日葵 机器人 大象 斑马跟篮球 这一组视频当中 差不多也是八样东西 有的是文字形式呈现的 有的是图片 所以因为进入大脑的 这个信息处理的方式会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一组的难度会高一些 有棒棒糖 大象 机器人 向日葵 斑马 老鼠 篮球 汽车 老鼠 忘记了 没看着 老鼠吗 好像没有 一闪而过 太快了 是吧 一闪而过 蹭了一下就穿过去了 没有 但我们这个得分也算还可以吧 我们可以 我们六个 还可以 其实大家比之前要达得要好一些 可能现在已经渐入佳境了 你看 所以咱们这个锻炼锻炼 有进入 脑洞大开对吧 对吧 是 就是要运动的 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有很多视觉记忆的一个训练方式 比方说我们每天出门的时候 我们的小区里面有一些 保安 你去想办法给自己出点小任务 记住你今天看到的这个人 他的穿着是怎么样 发型是怎么样 到了晚上的时候 问问自己 你还能不能记住 哎呦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我经常会碰到的 就朋友聚会嘛 比如说超过五个人 大家介绍一遍 这个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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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以后 我就完全忘记他们是谁了 我也是 你也是吗 这个是毛病吗 我就一直怀疑自己 记忆力是有问题的 而且经常会这样子 比方说我知道你的名字 一下子就叫不出来 对 可是转个身 哦王冠我知道了 可是当时我就 他叫什么就记不住 有的时候你说 看到一个人叫不出名字 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 所以呢 我们平常呢 有的时候 没有有意识地去训练这方面 比方说在介绍的时候 可能走马观花的就 对 就看完了 听完了 就没往脑子里去 还有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记人名的时候 其实可以用一些谐音 或者在脑子当中呢 去想一个相近的单词 比方说王冠的名字 就很好记嘛 皇冠 王冠 对对对 本节目由一口喝到五种鲜活营养的光明优备冠名播出 这个是视觉方面的一个训练 那接下来是哪一方面呢 那咱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健康魔方 听觉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播放器 OK 我们是来训练听觉 听觉所传输的这个脑区呢 内侧涅液啊 这些区域 与我们记忆在解后结构上很相近的 所以通过这些训练的话 它对于记忆的一个提升作用也是很明显的 下面我们利用听觉来进行大脑返老还童的训练 一会儿将播放五段音效 请您仔细聆听辨别出是哪些音效 你准备好了吗 训练开始 开始 你是听睡着了吗 东东 我等日就在听 可以写了吧 可以写了 我觉得有几段声音都还挺相似的 对 这就是我们当中设计的小难点 风 还是会是水泡泡的声音 水的那个 然后是大海的声音 雨或者是沙滩的声音 好 最后一个你写的是什么 就是沙滩和浪其实是一个 结合在一起是吧 我也是这几个分不清 是吧 我写了四个 风声 水声 第三个好像是雨的声音 最后应该是海浪声 对 好 我们两位嘉宾大部分都回答正确了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我们设计了很多种不同的水的声音 我看大家关注点的都关注在这上面了 漏掉了一个打字的声音 哦 对 我听到了 我也听到了 所以我们依次听到的应该是风声 第二个是水的声音 有没有听到有 泡泡 水泡的声音 对 这个其实呢是水烧开了之后那个泡泡的声音 那么还有小溪流的声音 对 以及海浪声 你也不用刻意要求自己按照这个顺序 能想起来几个就想起几个 我们重在训练的过程 而不是这个结果 接下去 训练难度提高 我们再来听五段音效 请做好准备 高级变音训练 现在开始 开始 这什么 下次 好 这个有点难 什么叫高级呢 高级就是难 好像火车是吧 那个是火车吗 最后一个火堆 火堆 你俩怎么又讨论了呢 脑子不太好 你说 第一个声音是锯木头的声音 汽车 刹车的声音 钉子掉在地上的声音 对 掉钉子的声音 第四个是鼓风机的声音 或者是空调的声音 第五个是火堆烧火的声音 好 我们看看 我写了四个 好像锯东写的 锯东写 刹车 刹车 掉钉子 在这一轮当中呢 大家表现都非常有益 尤其是东东 所以要表扬一下 再给你鼓个掌 还都对了吗 基本上比较接近了 所以第一个应该大家比较明确 是一个锯木头的声音 第二个呢 是刹车声 第三个是掉硬币的声音 掉下来的那一刻 它其实还有 因为硬币是圆形的 它会有一些 钉子就一下 缠起来的这个声音 第四个我们应该是 模拟洗衣机的滚筒 脱水的声音 第五个 东东表现非常优异 是我们柴火烧火的那种声音 我没听出来 当中还有柴火 噼噼啪啪的这个声音 我们特别太用这个 都是煤气做饭来 我们家里穷用的都是柴火 所以呢 我们现在希望大家 去拥抱大自然 比方说你漫步公园的时候 可以休息下来 安静下来 闭上眼睛 去聆听大自然当中的声音 仔细去辨别 那些细微的一些差别 其实这个也是 我们训练的过程 并且很赏心悦目 第三项要训练的是什么 第三项要训练的呢 高阶板 触觉 我们要通过什么来 训练触觉呢 打开我们的健康魔方 先买个关子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我们有一个小磨盒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有十样东西 请我们的嘉宾呢 走上台来 只用你们的手去触摸 然后呢 告诉我们 你触摸到的是什么东西 每个人五样东西 看看大家能不能答对 来 两位有请 好 靠触摸来判别 触觉吗 接触到的是什么样的物品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 观众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可以看到 给观众看一下 好 进去摸了啊 进得去吧 进得去吧 我先摸个简单一点 摸好之后必须要讲出来 才可以拿出来哦 这个吧 沙包 沙包拿出来看看是不是 那看看是什么 哎 哎呦 好放在盘子里 继续我们要摸五样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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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真同 听到了声音 是不是真同啊 你拿出来看看 真同 拿出来看看 打气筒 算系统 我觉得基本上算对了 对对对对 下一个形状有一点不异 对 这个最简单了 就是小孩子玩的皮球嘛 你把简单都摸完了 哈哈哈哈 邵老师 这下难的了 你怎么 惨特 再来一个啊 好 摸难一点的 这个简单 这个是 我难一点的 钥匙 哦 啊 钥匙 好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还有一样 我留两个给你摸 对呀 哎呦 好这个 这个是爽肤水 哦 算也算 这个是 也算是 也算是 算吧 对 也算是 一小罐嘛 我来摸啊 啊 这个简单 这是一个小眼镜 好 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他摸完了 里面好像还可以活的 这个是个小孩子的玩具吧 就那种 对 这是 算玩具吗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一个 按摩 按摩棒 对 这个挺难的 对 没有了 不能这样去 哦 这勺子 勺子 这一条 还有吧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啊 钉子 你看东东把简单的 是钉子 摸完了 对的 还有最后一个 哇厉害啊 这是个扭扣吧 这么小 哦对的 哇 你还记得刚才摸到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 一个是按摩器 一个勺子 一个扭扣 还有一个呢 第一个摸到的忘了 第一个 摸起 第一个眼睛 表现得很好 两位 其实呢 那这个是来源于我们的医学上面用的一个测试 本节目由一口喝到五种鲜活营养的光明优备冠名播出 源于我们的医学上面用的一个测试 会准备一个布袋 然后让患者去摸 因为你看不见 听不到的时候 你只能用手去触摸它 然后去掉取 它的形状是什么样的 是软的还是硬的 去大脑当中把这样物体掉取出来 所以这是我们训练的一个过程 电视前观众朋友们 平时常生活当中啊 咱们要多聆听身边的声音 多接触各种各样我们用得到的东西 其实都是一种训练大脑的一个方法 想要了解更多的养生知识 可以掌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 明依化养生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